Hello, Good Morning,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Gina老师看美股的专栏,我是Gina老师 今天美股三大指数齐齐继续下挫 所以在当下的这种行情下面,今天有哪些基本面的新闻值得我们关注呢? 首先第一个是特朗普称大选后将迎来非常大的刺激计划 那么当地时间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美国将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刺激计划 他希望新一轮援助计划比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议的规模还要大 特朗普表示将在大选结束后尽快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 他将继续帮助航空企业并考虑另一轮薪酬保证计划的谈判 那么周二呢,特朗普官宣两党谈判破裂,称大选前无法推出刺激计划 然后在大选之后,我们将获得有史以来最好的刺激方案 然后第二个呢,是周四盘后公布的这个苹果,Alphabet,亚马逊,Facebook等科技巨头的季度整体业绩好于市场预计 但是呢,未来业绩指引都缺乏亮点 除谷歌的这个母公司Alphabet以外,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 那么Facebook重挫6.2%,苹果跌了5.4%,奈飞跌了这个5%,然后亚马逊跌了4.6%,微软跌了1.9%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焦点新闻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市场我们该如何操作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SPY的Daily Chart 从SPYDaily Chart上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趋势的情况 我们先点开这个趋势网掉出来 紫色线方向朝上说明中期上升 然后绿色线方向朝下说明中期下降 所以目前是中期呢,是下降趋势 然后红色柱子代表短期上升 绿色柱子则代表短期下降 所以从这个位置开始,这个是这个10月15号开始 这个股价呢,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短期回调 然后带动中期趋势一起向下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呢,短期趋势从10月15号开始一直都下降趋势 从来都没有反转过 所以呢,短期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继续持币观望的一个状态 暂时没有出现短期买点的情况 好吧,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看一下60分钟图 有没有提前止跌呢? 今天我们点一下60分钟 然后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股价图,好吧 我们把趋势王先去掉 从股价图的一个角度来说 股价呢,从前期这个位置开始持续向下运行 运行到现在呢,还在继续 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不断在创新低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整体的这个趋势应该暂时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我们看一下趋势王的表现 绿色线方向朝下 所以中期始终都是下降趋势 然后呢,短期呢,也是绿色柱子 所以短期现在目前也是下降趋势 暂时中期和短期都没有出现这个趋势的反转 所以呢,60分钟级别来说 最多也就可能是一个60分钟级别的这种反弹 暂时股价没有止跌的情况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看好一只股票 但是暂时目前来说还没有买入 想要去买入的话 那么从这个大盘的角度来说 系统风险仍然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 不管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些个股想要参与 考虑到大盘的这个对于个股的一个影响来说 都还是需要再三思考 然后再慎重一点 好吧,当然就是因为大盘 就是当然你的个股如果是跟大盘同步的关系 肯定是要做这种思考的 但如果你的大盘和个股是属于这个相反的一个关系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考 就是说因为它现在的极确方向还是往下走的 所以你如果说是具体的个股 你还是做具体的一个分析 好吧 那么总体来说 如果现在手上有股票的话 中期和短期都是继续持币观望的一个状态 所以暂时市场还没有走出这个底部形态 还不能确定今天就是整个行情的低点 所以暂时还没有出这个短期或者中期的买点 那么第二个是如果说现在手上没有股票就刚刚说了 你因为现在是整个大盘的话 市场的一个系统性风险还是存在的 目前并不能确定最现在是一个行情的低点 所以因为它的底部形态没有走出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再不能确定它是一个低点的情况下 那你现在进场抄底级极有可能抄到半山腰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资金呢 如果是真的十分看好某一只股票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要做好一个相应的这种防备的一个措施 做好相应的这个止损和止盈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然后再动手是不是要进行操作 好吧 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大盘解析的一个情况 包括之前啊 就尤其像昨天的话 我们也做了一个大盘解析 昨天虽然大盘是涨了 尤其是盘中的时候 我们看它涨了百分之两个多点 对吧 这个SPY 但是事实上昨天的解析 我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去讲究的 虽然今天虽然昨天的时间是涨的 但是一直就是属于一个短期的反弹 然后60分钟 昨天也是没有走出来这个底部形态的 所以的话 你看如果昨天买的话 如果到了这个这个反弹的高点这儿 没过不去 压力过不去 继续往下回调 然后到今天就直接掉下来 那这样子 如果昨天买的股票没有 昨天盘中没有卖出去 今天肯定又被套了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底部走出来之前 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底部 所以呢 我们的慎重 我们的这个操作 只要你能够在这个想要以安全为主的话 你就尽量再慎重一些 好吧 这个是今天的这个大盘解析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想要了解当下的这个行情 然后如何去进行操作 那么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课程 那我们周六的课程的主题是当下美股行情操作策略 课程的具体内容呢 首先是股市赢家的贡献 我会给大家去讲一下股市赢家 他们最后怎么从这个市场里面成为赢家 然后获利出局的 然后的话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当然在这个赢家贡献里面 肯定会讲 肯定会看最近的一个大盘的行情 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 我们会详细介绍最近的市场的一个行情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呢 是根据当下的这 当前的这个市场行情的一个买卖策略 我现在有持股的话 我还没有卖 那现在我要卖吗 第二个 如果说有一些价值股现在跌的严重 比如说苹果啊 特斯拉啊 包括说那个叫那个奈飞啊 都是跌的特别严重 那么跌的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现在进场抄底可以吗 我是不是可以先入手 做一点点这种 我们所说的这种试探性的这个仓位呢 那么第三个点呢 我们会讲一下选股与实战的这个演练 好吧 这个是我们本周课程的一个详细的这个海报 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此次课程感兴趣呢 可以说扫描我这个旁边的这个微信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 就可以就可以免费报名 然后的话或许课程链接了 课程时间是 2020年10月31号 也就是本周六 温哥华时间下午7点 好吧 我在微信上面等你哦